我坦诚 当时 上一次跟 钟佩军议员在 邀约饮宴之后 我当天完全 喝到断片 所以后续发生的事情 我真心完全不清楚 那钟议员 对我所做的事情 直接提出指控 我想我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坦白讲我没有 任何的记忆但是 我必须要说这个真的是我 喝到断片了 没有办法有足够的 记忆跟足够的判断力 那所以 我绝对承担 所有的后续后果 钟佩军议员有指控我 有不当的行为 那不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刚看到了 我坦诚 当时 上一次跟 钟佩军议员 在这个邀约 饮宴之后 我当天完全 喝到断片 所以 后续发生的事情 我真心完全不清楚 那钟议员 这个 对我所做的事情 直接提出指控 我想我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坦白讲 我没有 任何的记忆 所以我也曾经写了 这个道歉书 然后跟他道歉 那坦白说 我的确 我想我的确犯了错 那我这边 完全 这个 同意我写的 这个道歉书上面 所写的事情 那我也愿意 接受后续相关的 法律流程 跟相关的 法律过程 所有的 问题 我愿意为了 我做的事情 承认 但是我必须要说 这个真的是我 喝到断片的 没有办法 有足够的记忆 跟足够的判断力 那所以 我绝对 承担所有的 后续后果 这个是 如果我喝酒 喝到失去控制 或是我真的不记得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就是我的错 我这边 承担所有的后果 那 这个 喝到失去控制 真心就是我的问题 我对造成困扰的 任何人 我都会 诚恳地道歉 认错 面对 任何的后果 那如果有 后续的 法律流程 我也会 坦诚接受 那我这边 承认 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记忆 我虽然说 我是喝到断片 那但是 我也 愿意道歉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好说的 我的 喝醉之后 断片的行为 我自己没有 记得 没有认真的 考虑 或是 没有知道自己的 酒量 那这个就是 我喝酒的 问题 是我的错 我没有说 任何的借口 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 后续有任何的 状况 都是我要 承担 那 我们这样子就 得跟大家讲说 这个就是 我的错 那后续有任何的 问题 我会承担 所有的责任 那 然后 各位应该 暂时 没有办法 就不会再看到 我 坦白讲 你会看到 我这几天 都有尽量避免 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 这个没有什么资格 去批评 别人 好 那我没有 说自己 有什么 值得鼓励 或是正确的行为 所以 这个 钟会军议员的指控 或者是 对我的不满 我非常 能够理解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我觉得 今天的状况 很遗憾 我做了一个 不好的示范 那 我们自己会 承担起 相关的责任 那我自己也会 做 相对的 自述 我在这边 对 钟会军议员 和对他 造成的 困扰 严格致歉 那如果 他愿意提出 这个 相关的 法律 要求的话 我也会尽量配合 都是我的 问题 那 对方 原不原谅 我可能没办法奢求 但是 我一定得要面对 我不会否认 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坦白讲 我是真的 喝到钻片 但这不是 发生问题的 这个理由 所以 就是我的错 就是我的错 好 今天直播 到这边结束 希望不要 这个 造成大家 更多的困扰 刚刚我的办公室 接到了 这位住警来电 他告诉我们 他 被迫 要提告 你今天你已经确定是被乘除的人了 你的延迟性骚扰是确定的 你居然还敢来电到议员办公室 要试图来告知我们不要进行记者会 试图来告知 要做提告的动作 对加害人二次的伤害 他会很提醒 很关心的说 早安你记得吃早餐哦 我关心你 爱你 闻你 女方已经告知他说 今天我先生在我上班的时候 你传这一封不得体的简讯给我 被他看到了 并引起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争执 希望你能够体谅并自重 谢谢 女方受到骚扰 还要这么客气的跟对方说谢谢 为什么 对方表现出啊 即便是朱卫锦也位高权重 导致他们心生畏惧 也不敢得罪 只能用这么委婉的方式拒绝他 整个事件中 没有人给我们一丝的关怀 只有不断的质疑我们的出发点 这是 迪带威胁地告诉我们 告诉支持我们的徒人 不要再找议员申诉了 议员他都很熟 再找顶多就是选民服务而已 最令人心痛的是 性骚扰 成立以后 这位主秘竟然假借座谈会的名义 去技巧性地告诉家害人 你们这个单位有性骚扰案 导致两天后 家害人把我们两位被害人反锁在办公室内 我们两位女孩子都很恐惧 想要请讲话事长 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刚刚我的办公室接到了这位住警来电 他告诉我们 他被迫要提告 我开宗明义就先讲这件事情 你今天你已经确定是被乘处的人了 你的延迟性骚扰是确定的 你居然还敢来电到议员办公室 要试图来告知我们不要进行记者会 试图来告知要做提告的动作 对家害人二次的伤害 我予以谴责 我开头我就先讲这件事 因为就在刚刚发生的 好 现在我要来跟大家陈述 这个过程当中 相信大家也有看到 我们有提及 他是有延迟的性骚扰 也有针对肢体的性骚扰 可是这个肢体的性骚扰 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女方是被可能在这个房间里面 住位警的房间里面 所以当时这个调查委员要求 被害人要拿出证据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拿出证据 就只有他跟这些女孩子 两个人 所以当时结论是 延迟性骚扰成立 行为性骚扰不成立 那我现在就先让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是延迟性骚扰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加害人 跟我们的被害人 他们的那个对话 因为长达的时间很长 也不是只有一个女孩子 所以呢 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这个诸位警呢 都是以一个 他是哦 这里很资深 然后有这个局处的长官 甚至提到是处长 有当他的靠山 他是工会的代表 所以呢 他一开始呢 就这个被害人的转述 都会说 他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可以来跟我说 我就像个大哥一样 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很多的疑难杂症 就是从这样开始 博得这些女性受害人的信任 然后进而呢 进一步跟他会多聊一点东西 结果一旦进到了房间 就被害人的转述 就开始会有卡来出来 摸手摸脚甚至摸臀 甚至我还听到 曾经有摸胸的这样的程度 我都觉得非常的离谱 那我现在先让大家看一下 简讯的一个过程 他就是会用这种方式 常常传一些长辈图 然后早安晚安 这个一般我们传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会很提醒 很关心的说 早安你记得吃早餐哦 我关心你 爱你 闻你 各自有家世的人 是不是追求我们不讨论 但是下面女方已经告知他说 今天我先生在我上班的时候 你传这一封不得体的简讯给我 被他看到了 并引起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争执 他执意我封锁你 我也已经跟你明白的说 很多次我对你只是同事间 尊重的情谊 我不想要再衍生其他的问题来造成我家庭上的困扰 也希望你能够体谅并自重 谢谢 女方受到骚扰还要这么客气的跟对方说谢谢 为什么 对方表现出啊 即便是朱卫锦也位高权重 导致他们心生畏惧 也不敢得罪 只能用这么委婉的方式拒绝他 我们是公园处一群女性同仁 今天我们勇敢的站出来 指控在工作环境中 遭受丁信朱卫锦 长期以来的性骚扰 但是我们举报的时候 公园处主命处长 及相关长官的处理态度 却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心寒 事发以后 整个公园处全力的偏袒这位家海人 我们所说的论述全部都被打压 甚至在最重要的性评会中 郭主命看见我们 请律师来竟然当场顿逃不参与会议 整个事件中没有人给我们一丝的关怀 只有不断的质疑我们的出发点 甚至 与待威胁地告诉我们 告诉支持我们的同仁 不要再找议员申诉了 议员他都很熟 再找顶多就是选民服务而已 最令人心痛的是 性骚扰成立以后 这位主命竟然假借座谈会的名义 去技巧性地告诉家海人 你们这个单位有性骚扰案 导致两天后 家海人把我们两位北海人反锁在办公室内 我们两位女孩子都很恐惧 当我们在会中跟长官说明这个情况的时候 长官却说你们可以从地下室出去啊 但是地下室黑漆漆的 分光微弱 还有积水 那又说你们两位可以把铁门抬起来啊 事发以后 我们请求议员将丁诸位警调离办公室 深恐我们人身安全遭受危害 但是这位主命却阳风应为虚应交办 只要求这位诸位警上下班到南港去打卡 其他工作休息时间还是可以在原单位办公室 这叫什么调离啊 这段时间我们所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和羞辱 也间接造成其中一位被害人奋而离职 今天我们勇敢的站出来 只是想要请蒋万安市长换给我们一个公道 性少老犯固然可恶 可是包庇他及颠倒是非的处长 主命更加不可饶恕 不想有再下一位有受害者 恳请市长调查真相 还我们公道 首先我要再次的强调 我们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 也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 我们对于性骚扰 绝对是零容忍 也严厉地潜在相关的言论和行为 所以我也要求包括公务局 包括人事处 主动积极地介入了解 而且一定要查明真相 不往不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